在中世纪的德国 已婚夫妇可以通过进行婚姻决斗来合法地解决争端 为了平等竞争 丈夫必须单臂绑在背后从一个洞里战斗 而妻子则可以自由活动 并且手持装满石头的袋子 和克拉荷马大学的教授肯尼斯·霍奇斯 发现了一份古老的德国手稿 配有插图 详细描述了当丈夫和妻子别无选择 只能进行决斗审判时的正确程序和战斗技巧 这种审判方式其实是日耳曼律法中的审判方式 通常用于无目击证人的状况 或是让没有共识的两方决斗 打赢的就赢得审判 司法决斗流行于中世纪 大约在16世纪才消失 这种特殊的审判法不像神明审判 在许多文化中都流行 而是日耳曼民族特有的 这种判决方法通常由男性执行 但女性也不免参与其中 如果一个女性被控犯罪 希望她的命运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 她可以要求进行决斗审判 并指定一名代表来代替她进行战斗 在女性亲自战斗的情况下 对手似乎是她的丈夫 也许是因为她通常选择 作为自己代表的人 正是她当前正在与之争吵的人 根据手稿的记载 丈夫被放在一个盖过腰部的洞里 手持一根木棒 妻子站在洞口 手中拿着一块布 布的一端有丝祸五磅的石头 他们的木棒和他的弹弓 都是相同长度的 据推测 男人被放在洞里是为了使战斗公平进行 尽管男性的体力被认为有优势 但这份手稿确实展示了 每位参与者取得成功的方法 在决斗中 如果丈夫把妻子拽进坑里 或者妻子把丈夫拖出坑来 就算是胜利 失败的丈夫将被利剑赐死 失败的妻子将被烧死或活埋 这是真正的生死相搏 两方都将全力以赴 既为了争口气 更是为了活命 如果你的婚后生活没有如计划般顺利 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更文明的方式 与你的爱人解决分歧 但如果不行的话 请确保遵循这些决斗审判的规则 并保持一切合乎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